中国共产党即将在来临的星期天 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已经是连续担任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 预计会顺利迈入第三个任期 媒体人分析 目前中共党内没有挑战习近平权力的派系 未来十年也将是百家争宠的局面 习近平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外界广泛预计习近平将进入历史性的第三个五年任期 习近平也被视为是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 旅追美国的明镜新闻总编辑和平指出 中共内部现在不存在清晰或隐藏的派系 无论是元老还是官僚 亦或民间对习近平的个人权力都不构成真正威胁 未来的人选不管是谁担任总理 或者担任军委副主席 或者是担任其他的什么政治局常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们都得听习近平的 和平也点出如今20大的权力关键点 已经不再是习近平能不能远任 而是他要如何分配权力 这次二十大战根本上改变了以前大家对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的看法 以前是中国的党代会和西方的选举一样的 它有很多的派系有很多的斗争有很多的分歧 而这一次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有的没有派系斗争 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掌控了一切 和大陆仅有一水之隔 关系错综复杂的台湾 为了因应习近平准备迎接第三个任期 并试图达成前任领导人 为能办到的掌控台湾 宝岛正在强化国防 并未可能和中国开战一事做好准备 I don't think he really has a timetable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has been changing so dramatically that no one can really predic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ollowing years but I think that Xi Jinping would like to unify Taiwan as soon as possible 一名台湾高阶国安官员也承认 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将为台海带来无法预测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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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